谈到AI人工智慧领域 一般的印象应该是具有宅宅基因的人才会专精的领域 这位气质美女可能会颠覆外界 对于从事AI领域精英的印象 现年35岁的陈韵农秉持着对AI领域的热爱 曾写下29岁就成为台大最年轻教授的记录 好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大学资讯功能学系的陈韵农 那这个系也是我大学毕业的系 那我研究所之后是在美国卡丁基美农的大学念到博士 然后来就回到台湾任教 那在回来台湾之前其实有在美国的微软研究院任职 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 陈韵农从台大资工硕士毕业后 去美国攻读硕博士学位 2015年12月就受到美国微软的青睐邀请入职 2016年陈韵农辞去微软的工作 回台任教 当年仅29岁的他 除了拥有国外名校硕博士学位 履历表上更有众多获奖经历 让他成为台大最年轻的教授 一开始好像是天下杂志有一个专访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科技部长陈良基 然后他当时有推动一个年轻学者的计划 然后就希望能够支持 因为通常年轻的老师他的计划申请会比较困难 然后他要申请到比较大型的计划 然后资金比较多的 其实难度是高很多的 相较于比较资深的老师 那他觉得年轻学者其实更需要很多的支持 所以他就开了一个年轻学者计划 就是专门只给年轻学者申请 那当时天下杂志有一个专栏 然后访问了几位 就是当时第一届有拿到年轻学者计划的学者 那我就是其中一位 那当时他讨论访问的过程中就有发现 就是我当时是从国外 然后就是原本有算是有业界的机会 然后后来决定回来台湾 然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就是有写在标题上面 对所以因此就有前一波传开 就一开始是这样传开的啦 其实当时还蛮特别的 因为其实他们是先邀请我来给演讲 因为我刚好要回来 然后他们说那你要不要来系上演讲 那他们其实不知道我想要申请 所以我就直接来演讲 然后在演讲的同时 然后他们会请讲者就是吃饭 然后在吃饭的过程中 然后我就提到说 我有可能之后想要申请 就是就是系上的这个就是position 那他们就很惊讶就说 那怎么不早点跟他们说 因为他们这样子可能就会 会就算是最不要安排面试啦 所以后来他们就有临时的在 我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就是 多加了那个小面试的时间 所以有点像是在简单闲谈的吃饭过程中 我有提到这件事情 谈起投身AI领域的契机 陈韵龙分享他小时候 最爱看小百科系列书籍 其中提到的未来世界 让他深深着迷 也开始引导他步入AI领域的研究 大概30年前的时候的 的那个他们对外来的想象 那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现在 的确是真的有实践 像是人脸辨识这些 所以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 其实就很喜欢 特别喜欢那个 那一个章节 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影响 我是比较喜欢科技的部分 然后也觉得未来的生活 好像真的会变成这样 其实在高中的时候 因为高中其实是有学 城市 就是简单的 然后我就觉得 城市蛮有趣的 因为城市里面的很多 动作 都会跟逻辑有点关联 就是你逻辑可能要很清楚 你可能这个城市的运行 你才会符合你的想象 那我还蛮喜欢逻辑 推论的这个部分 所以当时写城市的时候就觉得还算蛮有趣的 外界都认为 陈运农是高学历的学霸 他的树里成绩优异 但是社会科却有天壤之别 高中升大学 因为社会科成绩被拉垮 让他学策完全申请不上台大资工 而是靠指考不用考社会科 以差不到一分的差距 低空飞过录取台大资工系 有趣的是 陈运农外表看似文静 但是学生时期可是相当热衷街舞 而且她还是歌手蔡依林的原祖籍粉丝 我喜欢蔡依林的时候 其实就也很喜欢她跳 她的舞 那应该就原本就也有喜欢跳舞 所以后来高中的时候就有进入 就是舞蹈相关的社团 我从她第一章专题就爱 对 所以算是最前期的时候 还有原始的粉丝 那原因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首先她唱得很好听嘛 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就是有 那个年代啦 就是有她 孙燕姿啊 跟夏拉璇嘛 那我个人是喜欢就是有包含舞蹈的 所以就是孙燕姿就是纯唱歌的就被剃除 所以你还是不错啦 那再来就是 我个人觉得依林是比夏拉璇漂亮很多啦 所以我比较想依林一点 目前她在台大共开两门课 一堂式必修课 演算法设计与分析 另一堂未选修课 主要讲授基础AI 很多学生觉得太操就纷纷退选 每次其中信箱总是充满停修信件 我觉得这两门课的设计通常都比较像是作业会比较辛苦 然后你只要够认真你一定可以过的 但是大部分的确还是会有很多人就是中间就放弃了 学校就是大概在学期中的时候会有一个可以停修的机制 你就是每学期应该是可以停修一门课啦 那停修的话它就是不会算到你的成绩里面 所以就会超多人停修 就是被吓到 就是在停修截止前一周就超多 然后就整个email都满满就是停修的签单 我就想说你们要停修就直接去停修了 为什么还要我签名好累